嗨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关注的订阅 谢谢 紫微星 火山岩 急速越变 啸炎龙 急速越变 发苍龙 急速越变 火箭机关在那儿 准备起跳 穿云剑 破冰甲 烈火骑士 急速越变 啸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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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增殖炎堡 我在这里为你们准备了 很多有序的增殖炎关卡哦 如果你们破解不了 就会被关在这里 永远都出不去了 快 跟上 小翼 你玩跳跃战士多久了 应该 有 有一个月了吧 才一个月 那你真是个有天赋的家伙 不会吧 我玩跳跃战士的头一个月 触发器的落点 总是控制不好 好不好了 好 好 小翼 这样看来 高师王可以随意操控这里的结构 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 看来我们必须击败守在竞技场里的人才能回到上面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们相信我的增殖炎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呢 那当然就是在你们最熟悉的舞台击败你们 我们必须败的头发 大招之力 就是在双方的模型上 加图 出帐 难养 没rament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就来一场铁拳搏击吧 传云剑 出击 我不能在这里等着 我得破解这堵巨岩壁 总感觉这家伙有点不对劲 传云剑 行速愿变 糟糕 传云剑上次的损伤还没修复 只要下去会出问题的 这不是跳跃战士的正常反应 传云剑 小心 小医 发生什么事了 阿豪他 看来你们不怎么样嘛 在第一关就败下阵来 我输了 阿豪果然还是赢不了龙威啊 天赋不够啊 天赋不够啊 没办法 是啊 我是天赋不够 可是 霹雳霸 鼓劲 我一直都在努力训练啊 我不甘心啊 怎么呀 还有谁要来挑战我的超强则罗吗 等 等 我还没输呢 如果就这样认输 那我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对不起 伙计 要是我能再巧一点 你就不会受伤了 霹雳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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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胜利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像个男子汉一样 赢下这场比赛 说得好 就让对面的石头人见识一下 我们的力量吧 我 月花 起始 势不可挡 不曾 也 跳风 之下 挑战战士 出击 霹雳霸 急速月变 霹雳霸 急速月变 霹雳霸 急速月变 用这心去守护使命 那么请你起散 你多人要抢战自己 一起 接得 一起 接得 我们一起 云霸 胜利属于我们 霍空霹雳 命运的传终 带脱新天地 挑战小子一心 要到达目的地 We together We together 跳跃小子最无敌 糟了 这家伙的实力 居然超出了计算范围 阿豪全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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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勉强自己啊 真正的男子汉 就是要越挫越勇 绝不能被失败打倒 赶紧走吧 我的伤势 不允许我去下一关了 跳跃小子们 你们虽然过了这一关 但损失了一个同伴哦 更多有趣的难关 还在后面呢 看来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再怎么努力 果然还是不够 真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跳跃小子 像阿豪全辈那样 尽过不懈的努力 成为了出色的跳跃小子 才真了不起呢 阿豪全辈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加油吧小翼 别浪费你宝贵的天赋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跳跃小子 继续前進吧小翼 一定要成功啊 一定要成功啊 你们被分开了 那我就好对付了 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赶快让我吃一口 小东在跟谁说话呀 我也不知道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听见没有 快点 我现在能吃上一头牛了 站住 赶快给我吃一口 看来那个增值言怪物 被小东的梦话给吓着了 我们得赶快行动 他会发现那是在说梦话的 这家伙怎么这么胆小 赶快给我上去干掉他 烈火骑士 出击 烈火骑士 激素月变 激素月变 这是哪里 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小东 总算找到伙伴了 阿豪受伤了呀 严重吗 他会没事的 阿豪都那么勉强 才战胜那个增值严富之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同伴呢 团结就是力量 可是我每次比赛都垫底 哪拍得上什么用场吗 不要这么想 你还是 有吃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吃呢 喂小东 小心有陷阱 吃的 不是吧 难道要通过这里 才能找到吃的 欢迎来到我的增值眼挑战大舞台 挑战赛会向全球直播 两位千万不要出球哦 咦 小东 这里我们只能分头心动了 我破解了一个机关 你那里的路就会打开一段 你破解了一个机关 我这里的路就能打开一段 哦 那 我走上面吧 行 我们开始吧 快点呐小东 哦 好刀 小东 通过了这个考验就有吃的了 要破解这个机关 不仅要求跳跃战士 落点精准 还必须用很大的力啊 破山岩 破解这一个 只有你能赢了 跳跃战士 冲击 没错 就是那儿 破山岩 急速越变 快 立破千军 快 立破千军 值得呢 值得呢 小易 到你破解机关了 你可要快一点 我都饿坏了 小易 这一关 轮到我千丈月了 小易 要破解这个机关 对起跳时机的要求很高 触发式的跳跃战士 掌握起跳时机更准确 我来吧 可是 破解这个机关 还需要远距离的跳跃能力啊 我的远距离跳跃墙 我下 我下 烈火老兄 烈火前辈 别和我争 求求你了 烈火吉时和千丈月 这一关用谁更合适呢 求求你了 小易 有千丈月 虽然没有出方式那么灵活 但只要你看好距离 自动起跳的跳跃战士 也一样能控制起跳时机的 对啊 烈火骑士别生气 又一比一 又一比一 小易 退后一点 再后一点 对了 就是那里 千丈月 小冬其实挺厉害的嘛 小易 我们上把 上把 千丈月 出击 冲啊冲啊 千丈月 急速越变 好 好 快乐快乐 急快乐 劲他喽 没想到 这些增值岩石居然这么可怕 哎 当时发现增值岩的时候 我就警告过全体研究人员 千万别碰 没想到阿茂他 身为他的老师 我有责任啊 博士 谁也不想发生这种事 现在 我们只能尽自己的力量 去挽救了 你放心 这一关交给你了 加油 小冬 加油 加油 哎呀 哎呀 又差那么一点点 啊 哪次都晚一步 不跑了 不跑了 这个胖小子 这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小冬 你不是又想放弃了吧 雨冲姐 这一关需要速度 显得你来完成 但要我两秒内跟上 太难了 小冬 我们还是等其他跳跃小子 来攻关吧 可我们都是跳跃小子 要想打败搞世王 解救我们的城市 都必须出一份力呀 哎呀 我饿着肚子 跑不动啊 这一关你要是不坚持下去 我妈妈以后 就不会给你做烤面包了 不要啊 小冬 我跑 不我跑 努力一点 努力一点 烤面包在等着我呢 哦 我 哎呀 还差一点啊 比之前又近了 小冬 再跑快一点 烤面包已经不远了 我一定能办到 坏汉不下去了 加油啊 小冬 咱们跑了几次咯 三十五次 那就要跑到成功为止 我一定要吃到阿姨做的烤面包 破剑的图 破剑 破裂花心事 是不可挡 越不由 连过越远 红月梦 等我 只能我 越遍逆转 却不放弃 用决心去守护使命 哪怕经济水 破了 要挑战自己 Be together Be together 不可挡 我们一起 我们人先知悉 踏上命运的伤逐 该脱戏 我竟然 太大了 居然成功了 小冬 你成功了 小冬 你怎么样了 看来 这下 真的跑不动了 小冬 你怎么了 小一 小一 不用担心我 你赶紧继续闯关吧 可是你 我没事 我只是好饿 一饿就没力气了 这胖小子居然通关了 对不起啊小一 我没办法继续了 你已经努力了 接下来的路 就让我来替你跑下去吧 小冬 你才不弱呢 你又相信自己 你又相信自己 听到没手动 你才不弱呢 我们一起多多努力吧 嗯 这搞尸王也太瞧不起人了 还真以为我们打不掉四十分 小炎龙 这回合咱们就打四十分的 早就想打他了 小月染势 出击 小炎龙 急速越变 真是气人 小炎 瑶瑶 你太棒了 少来了 不会加二的 没想到你不光铁拳搏击厉害 智取积分也同样厉害呀 什么 你一直都以为我只会铁拳搏击 不会智取积分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你不光铁拳搏击厉害 智取积分也同样厉害呀 可是你还说了 你没想到 瑶瑶你误会了 好可怕 一句话没有表达好 瑶瑶就会生气呀 对呀 好可怕 我 竟然会以为我不会智取积分 你认为我是不会战术 还是没有精准度 还是没有力量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懒得理你 瑶瑶 瑶瑶 喂 等等我呀 这丫头很孤傲嘛 我有办法对付你们了 好呀 瑶瑶 我去和瑶瑶聊一聊他引以为傲的事 她就不会气呼呼的了 对呀 聊他引以为傲的事 是啊 瑶瑶曾经在国外联赛 大放一彩 就给她留这个 瑶瑶 刚才我是真的敬佩你的意思 对了 你在国外联赛经常大胜对手吧 说说嘛 一定很精彩吧 小一 你要故意气我吗 大胜对手应该很开心呀 你有一场 我差点就赢了 你一场都没赢啊 完了 瑶瑶的国外联赛经历并不愉快啊 对呀 拍马屁拍错地方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 本来想聊点让你高兴的是 懒得跟你生气了 告诉你吧 国外联赛的比赛是团体赛 我完全没有发挥自己的实力 团体赛队友之间能互相协助 不是更好吗 我就喜欢一个人去挑战难关 靠别人的帮助 哼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 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等等我 好像跳跃小子职业比赛的综合障碍赛的场地呀 没错 但不同的是 这个场地出口 将在三分钟后完全关闭哦 想继续前进 你们可得抓紧了 要同时击中并排的破解机关 才能闯过第一关哦 哎呀 两个机关太近了 跳跃战士并在一起飞向机关时 随时可能产生磕碰 导致破解失败哦 瑶瑶 等我来配合你 谁要和别人配合呀 看我的两个跳跃战士 破解这里的所有关卡 跳跃战士速逼 击击击 击击战将 小神龙 击击跃变 只要把手拉在一起 跳跃战士就不会产生磕碰了 跳 好嘞 这都行 瑶瑶 你太厉害了 厉害 大惊小怪 这个技术 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 好高啊 瑶瑶 这个巨岩壁太高了 得要空中接力才行啊 孝颜龙 他们强效就是跳高 跳跃战士速击 孝颜龙 急速越变 来 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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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度 跳高能力最强的超越赛车型 也跳不过去啊 和第一关一样 这又是需要双人配合的机关 高尸王 一定知道我不喜欢和别人配合 专门设计这种机关对付我的 瑶瑶 这个高度没法单人通过呀 我们试试空中接力吧 你连单人双手同步出击都大惊小怪的 怎么可能做得了空中接力呀 你知不知道 两人配合的空中接力 比单人双手出击难多了 就连国外著名的双人组合 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啊 我和小杰配合曾经成功过 你一个业余选手能做到 我不信 瑶瑶 空中接力我真的成功过 好吧 我就试着配合一次 嗯 跳跃战士 出击 仙兆月 一定要在空中 给少颜龙一个有力的推送 明白 跳跃战士 出击 小颜龙 小颜龙 全叫跃 急速跃变 山马小颜龙 一速跃变 山马小颜龙 挺有四十秒了 还有一个超难的关卡哦 快 时间不多了 这一关还是要同步破解两个机关才行哦 但是在强力飓风面前保持行动同步是不可能的 我用跑车型的疾风战将过这个风墙倒是不难 可少颜龙是稳定性较差的超越赛车型 别忘了烈火骑士也是跑车型的跳跃战士啊 我会配合好你的行动就像刚才一样 真没想到我也要有和别人配合的一天了 不过合作的感觉好像也不错 小颜 我们上吧 遵命 跳跃战士 出击 闪耀着光芒 无不回忠何挑战 烈火骑士 事不可挡 也不曾惊慌慌之下 跳跃高度在皇上 激素 越遍你转 动火狂风 准开 哇 好 好 好 太棒了 叶 别高兴得太早啊 你们已经没时间了 要到达目的地 彼此也得 彼此也得 跳跃少此 世界不错了我 你们通过不了金山门了 姚姚 高师王已经发现我的弱点 他会利用这一点给大家制造麻烦的 而你肯定能帮助他们 快点咬小叶 快 等你成为了独挡一面的跳跃小子 就跟我一起去挑战更大的舞台吧 高师王发现小杰特别爱出风头 故意离见小杰和小义 想借此机会困住小义 小杰就算成功破解眼前的机关 也只能在他和小义之间 选择一个人继续前进 心乱如麻的他能成功闯关吗 最后他又会选择让谁继续前进呢 下一集跳跃战士大局为重 跳跃战士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Hi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ank you